比較容易 但六局也是要有效的壓制 我一定拿六局都被打爆 那也有危險 六局失100分 硬撐了沒有 也不是辦法 我現在兩出局滿雷 彭正銘的打擊 彭正銘呢 去年打徐毅 十打數 四安打 那在今天上一次的打擊是 一好三壞 先是三個壞球啦 然後再一個好球 一好三壞 粗棒打成的二壘滾地球 跳到刺上 這個 去年有跟大家 有分享過 彭正銘的 滿雷彈 滿罐砲 是 停了很久 哎呦 要靠高之剛來擋啊 對 哎呦 這幾個球真的 就是楊教練講的 放球點的 不固定了 對 就是 沒有調整好 所以幾個壞球的位置 都大概在相同的地方 好 孔正銘呢 上個賽季在滿壘 把他打數兩安打 沒有滿罐砲 七分的打點的貢獻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二 孔正銘之棒生涯 累積有六支的滿罐全雷打 不過呢 上一次打滿罐全雷打 六支是中華之棒聯盟排名第二的喔 僅次於陳振賢的九支 但是他上一支滿罐砲呢 是2004年了 接著這一棒 打到的是 在右外野方向 大滿罐 滿罐全雷打 火星槍 發球大向火星啊 哇 各位的八年 打出了 職棒生涯第七支的滿罐砲 哇 兩次出去之後 一下子又再關進四分 純比相對無比連領先 洪正銘本期個人的第一支的全雷打 哇 我才在講雙洪正銘 打到他最喜歡的地方 正好在右外野的後方 沒錯 還是個中右外野方向的 恰式打法的紅布浪啊 滿罐砲 面對兩壞球 所以這一集確實打得漂亮 很完美 哇 在今年中華之棒熱鬧了啦 哇 既林洪宇打出了滿罐砲之後 現在洪正銘也加入了滿罐砲的行列 這時候童一室都要換投手了 哇 真重啊 我一直投不到好球帶啦 球會跑到比較甜的地方是 是難免的 不過我們常講的 打者就是能夠掌握到這一刻 對 哇 彭正銘